大家好,我是周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是7月初一 有朋友就想问说能不能分享一些平时我们自己门派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刚好初一,我就早上说我把我初一的东西录一个生活上的vill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涉及到门派机密可能会看不清楚 那可以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平时初一会做一点什么事情 可以因此我们也可以看那些不能记录 有时不在哪里 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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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好像要加过奶奶 就是就有点香的话 要烤鸡鸣 然后给客人的时候呢 那这个是要在箱头上面去转 顺时针转三圈 然后再使用 我们再去转 那我们现在就带着我的工具下去烧东西了 其实我有两三箱经营 两箱板 然后在石杰那里 他们那个卤比我要大 所以我如果多量的话 就会叫他那边帮我代烧 那我现在这些是初一孝经给事工 所以我现在要去烧一下 哇好热啊 烧的我实在是太热了 我的卤太小了 然后就要烧很久 然后哎 你看我连根杆子都这么小 因为这是之前家里的宝宝卤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小 那我刚刚烧完东西之后休息了一下 其实今天呢 这个视频会比较无聊一点 因为都是一个 呃 就平时会做的事情啊 比较无聊 然后今天我要写几道服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初一时 我们都要吃补法的服 然后我初一的时候 已经写过一套了 但是有一张缺了 所以今天要补写 顺便把下个食物要吃的服给写了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因为这是使用的服啊 所以我每次都会单独的调一次 然后要加一个施工坛 像是9 所以买了新的印尼 感觉有点点小啊 嗯我怎么 印 哦刚刚好 刚刚好 应该可以吧 不行的话就摸一摸 看一下 有一个就开始揉着了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刚刚好 好漂亮 这个印尼 等一下还要加点东西 等下再用 然后我们有这个实用的服纸 就是跟我们平时行法的服纸 有一点点不同 我今天还要写两个 忘卢的服纸 就不能用使用服纸 看这里多少张 再拿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服纸 这种是平时烧画用的 这一种呢 是平时实用的 这个画起来比较小一点 因为要喝下去嘛 那我们就先来写 我也有分不同的笔 就是这种 我们平时 实用的笔 跟写的笔 因为写烧画的笔 很多时候用墨水啊 也要用朱砂 那朱砂是另外一支笔 然后这个是写实用笔的 所以就不一样 我先把法本也拍出来 因为要写花字 花字 我不一定全部记得 还是看着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笔 小一点 我们写之前是要借法的 这种画面は 最不二的笔 找一张的笔 的笔 都是 就是有一些符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会念念有词 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像金光符 那我们会画那个金光符的时候 就会念金当众 会加持到符里面有它的力在 那可以看到我在那个 每一道符都会吐一口气 那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法力藏在符里面去 所以说为什么那种印刷的符没有用呢 是因为它没有那道气在里面 当然我们喜欢符 还要盖章 还要吃符等等的 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 所以那种不是那种印刷的符可以比的 好的 因为太累了 我就不写那么多了 写了两道 这是我第一次写这道符 之前是师傅给的符 然后是它的盖章 我觉得盖章是最麻烦的事情 不好意思 加点酒和香炉灰 跟大家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香炉灰其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所以呢 上一次就是我们师傅那边 因为他刚搬了新的地方嘛 然后换了一个大的香炉 那原本香炉里面的灰有很多嘛 那师傅就说你们要不要 然后我们当时就全部是说要要要 因为那个大坛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的施工坛那里 那个坛太久了 所以那个香炉灰的辟邪作用很厉害 所以我就赶紧多拿了一点回来 嘻嘻嘻 盖章盖章 有垫章 有垫章 有垫章比较好盖一点 还是有点小这个印章 啊 啊 神气 要不我反正 放到我原本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觉得开章盾是一个 一些不含泪的事情 我觉得我应该去买那个 正常的那种 鱼杀 鱼杀 鱼杀的印铃 这些 快硬的泥好像都不太好用 哎呀 最后一张了 太棒了 太好了 大大 好了 然后我要去吃福 好的 我现在已经吃完福了 然后我要吃 已经 这种 这个月份的 补法福 我先把那个 爽的那个拿出来 可以烧 起来 有一道不是补法的 但是有其他用处的 好的 一张 一两张 三张 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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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张 九张 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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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对了 就这么多 先把我的烧福小碗拿出来 等下来收拾 我的 小碗 那我顺便也给大家 坑谈一下 怎么去烧福 这个烧福是适用于喝的和 就是冲生的 就有机会我们再讲福吧 那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有一张符,那怎么烧呢? 就是可以看到符上面有符头,然后有符纹 然后下面有个符带,有个圆圆的 那个符从符带开始烧,就这样子烧 那如果你怕烫的话呢 就用手这样子打横,它会烧的没这么快啊 那我们是要念皱的,不过普通人的话不念也没关系 那这样烧脱稍微比较慢的感觉 那这样烧脱稍微比较慢的感觉 那这个 我感觉我感觉不错 我感觉不错 我感觉不错 Fu function Fu function 後期也不要被 recovery 好 等待字幕就要来了 这是假设我们要喝符水、或是要用符水 所以我们画完这个符 ri 后呢 要阴阳水 什么叫阴阳水就是一半是热的一半是冷的水 那平时如果我们喝就是一汤匙热的水一半一半 然后再拿一半冷的水 那这样混起来呢就是阴阳水 如果是洗澡冲生的话 用符来冲生的话 那就是接一个盆 然后烧化了之后呢 一半热水一半冷水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家里的那个热水器呢 因为它们两根水管一根是凉的一根是热的 所以出来的就直接是阴阳水了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一盆水 然后直接用花下去浇就可以了 那那种冲生的符怎么用呢 一般就是你洗完澡冲 就全身洗干净了 包括洗头啊 洗完之后就从头里到脚 那就直接擦干就可以了 不用再冲生了 然后把那些符渣给摘掉 那这个冲生的过程就完了就OK了 那这个有点烫 我们等一下再喝 因为它很灰 我们一般戏称它是芝麻糊 师傅呢他就说 其实符呢最好就把它那个灰再融掉再喝 因为我那个买的东西还没到 所以就只能先这样做了 我一定喝了很久了 这样子喝 那上次回去的时候就会说 你最好还是磨一下 这样功效会更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喝补法服呢 因为我们会一直在刑法 那刑法就会流失掉自己的一些能量吧 那我们就喝这个的话 就会可以把那个法力给补充回来 那我现在还要做个功课 哎呦 不要想反退啊 我还要做个功课就是要念经 那我自己呢是会念金刚经 念经 这个是我师傅要求的 然后我们试着里面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念 那其实念金刚经最好呢 是早上晨时 就7到9点钟 阳气最旺的时候去念的 但是因为今天忙了一整天 所以就现在才念 那今天我教大家大概怎么去念经 那一般就是我不确定别人家的怎么样 别人应双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仪轨的仪轨就是 有一个开经的就是金刚经其请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起送仪相战 然后还有送请金刚跟菩萨 然后接着就是发愿文 然后还有这个 如果大家去听王菲的那一版的就金刚经 它就会从这里开始 就从南无本师师家蒙尼佛念三次 然后到开心记 就是吴上圣称威妙法 百千万年能遭遇我 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完 就是这一段开始才开始正文的经文 然后才开始念 然后念完之后呢 就是会有一个 出发会有一个结送礼 有个普雀真言 普雀真言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来听的众生说 我可能念的有点错误或者是字眼不对 那请大家去原谅一下 那是我是按着那个经文去念的 那然后呢 就金刚经会有个金刚站 但是有些经文是没有的 然后再接着就是回向记 回向记就是说 就念完回向记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愿回向给你的那个身边的众生啊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就发愿 然后三规一 三规一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你要回向给你的宠物啊 然后就是不是人的类型的话 就要弄到三规一 要用到三规一 这个也是要念的 那基本上念完了就OK了 其实金刚经是蛮适合大家去念的 不过不太介意在回很多的地方念 就是回很多地方都不太介意念经 下一次的话可能会讨论一下 就是念经这方面的 但是我不是专业学佛的 就没有学佛的那种这么专业 我只说一些 等师傅会建议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那个仪归跟那个回向是必定要做的 那像有些经文能不能念呢 我下一次找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吧 那我们现在先念经了 就有人会盘浮珠 但是不盘也没关系 呃 有条件可以盘啊 没盘啊 直接念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就念碗了 那念碗之后呢 假设说我们有佛牌啊就可以 就是那个佛珠盘完之后就可以把那佛牌放到佛珠里面去 然后就类似有点给大家充电的 感觉吧 因为其实我们在念完经之后呢 呃还有就是盘完佛珠之后 它是有力量的 那我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之前有一个早上我是在公司念完经 然后呢 刚好有一个朋友来 然后我当时念完之后就顺手就戴在了手上 然后呢 刚好那个朋友呢 他身上有点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我当时跟他有一点点精神接触 不是肢体接触 不是精神接触 肢体接触 然后他突然就说 诶我好晕啊 就是他觉得突然有地震了一下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去看我一眼 我后来就跟他说 其实没事就是因为他身上的脏东西 被我这个就是我刚刚念完经的那个力量给震了一下 像是他会有点头晕 就像有些人呢 他身上带着冤情或者不干净的东西 他去到寺庙里面呢 就会感觉到头晕啊 或者是不舒服啊 像是同一个道理的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吃饭了 因为已经到晚上了 然后今天晚上呢 我也会去在家楼下去布施一下 就是初一嘛 要做点这些事情 那就其实到家弟子呢 就我也有看到很多人发过视频 是穿着稻袍啊 然后就是拿着发扇等等 那其实我也有发扇 但是我出门的时候才会带 那天使都是放在台上的 这其实没有那么玄乎 我就很像正常人去生活 那我做完了这些我该做的事情 我还是会去工作的 那那种如果是在道观里面去一整天 就是每天都要做自己功课那种 我们自己是没有啊 早课晚课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每天要念金刚经 那每天要开塔 也不叫开塔 我们要每天给师傅换茶水上香 这样子香火不能断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 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 就是可以看到了很无聊的一个 我们的道士昆道的一天 那我们可以下一次说什么内容呢 我下一次其实是想要讲一下佛牌跟鹰牌 还有谷半筒的 因为我自己修法的话是有阴有阳 所以我觉得阴跟阳他们存在都有各自的意义 那可能会触犯某些人的一些理念啊 因为我慢慢发现其实很多道士或者佛家 对于佛牌跟鹰牌这些是比较抗拒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下三道本来就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贵也是仁慈后变来的 我觉得不应该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歧视 虽然确实阴阳很有别 那详细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期去讲 那我可以在里面给他们讲一些故事 应该会比显得故事要有趣一点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欢迎一键三连 关注我 谢谢大家 拜拜